盐吐沙块还是放油吐沙块呢 嗯 这样的方法虽然有效呀 但是都挺浪费时间的 这样的 我来让你看看 我是如何让花隔快速吐沙的吧 首先把花隔凉水下锅 加点料酒 用小火慢慢烧开 大家可以观察水中开始产生气泡 就说明花隔已经在吐沙了 中间再轻轻地翻动一下 尽量让花隔东西开口 这焯水的过程呀 不要焯过三分钟 因为时间一长的话呢 很容易让肉质变老 不新鲜 这样里面的沙子就全吐出来了 最后再把它放到水流下 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其他方法吐沙瓣呀 主要是因为不能让它 全部的快速张开口 但如果大家还是不放心的话呢 也可以继续把它放在水里 加入盐或油 用其他容器盖住 使劲尿泡击下 沙子肯定就全吐干净了 这样不管是你做每一双口味的花隔 都特别的鲜美好吃